小孩子出生没多久就送进幼稚园了 你觉得他真是为他好啊 我告诉你是不得已的 你看看这个社会把孩子 几岁到几岁放在一起 然后老的见不到小的 这个社会如何传承呢 过去我跟我阿嬷跟我妈妈 尤其是跟我阿嬷很老的 他就是传承我们的人啊 不关不听就打一下 不是这样弄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一点 这样子积累起来的 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 我告诉你学的只是国家积极 要我们成为奴隶的那一个子轮啊 我们成为他那个子轮里面的一个卡卡子而已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三代同堂是我们最终想要的 你想想看今天我们怎样对待我们的妇女 明天所以我们今天如何对待老人 明天小孩就如何对待老人 就是今天我们善待老人就是善待明天的我们自己 也许我们是在那边讲 可是我觉得真的要去做 所以我想说食品加工是维系着后面的 继续运作下去的东西 也是推动前面的农业 让刚才讲的没有废料 所以我们的农业 我讲一点比较那个 我觉得那个有机农业 还是小娃娃 是农业的小娃娃 所以有很多人跟我讲说要认证我们 我当然我是比较敢讲话的人 我说你认证我 你凭什么认证我 你为什么 你又不是农民 你怎么知道农业 你又一台机器要认证我吗 你没验到东西 还有比你验到东西多更多了 所以我们农业 我们推的农业叫做 循环立体农业 刚讲 这个姐妹姐她讲说 你可以养鸭 过去我们的鸭子都在田里 我跟我弟弟讲歌 有时候为了鸭子没回来吵架 你找还是我找 我找鸡你找鸭 找了一只 对不对 我们那边有一条中央菌 人家都把那个死鸭丢进去 结果我们鸭跑进去吃完蛋了 因为它长的虫 那个虫都尖尖的 一只下去全部都钻到脑子去 所以那鸭可能死 最了不起活起来的也是佛奖 所以我们非常害怕 我们鸭跑进中央菌里面去 过去的农村 是把自己的整个村围起来 所以你看那个 那个竹子的中间 会有一个小矮墙 就是小 小这样跨过去的 小朋友可以 或者是要关门的 那关什么 就关于我们的鸭不要跑到天里去 但是其实我们更有效的控管就是 什么时候我们的鸭可以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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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不要太大的时候 那个 那个 稻子还没有开花的时候 就 当然 因为刚刚擦好我倒子 秧的时候 那个鸭子不可以进去 大概要 等到那个 那个 秧苗定根以后 鸭子就进去 比想我们的 爸爸的田 田里面有什么 很多那个台湾鲫鱼耶 有没有 台湾鲫 从水源这样进来的 又不用养 也不用给什么东西 我还记得我的妈妈 拿回那个 柿子啊 她说 不知道谁 这个柿子 咬一口不能吃啊 她说 有人用 水柿有没有 去腌的 你知道哪里腌吗 就放在那个 那个田里面挖一个洞里边 腌了 然后呢 大家腌 我跑去看哪一个好的 先把它先吃 好好吃哦 我们小的时候 因为我们没有衣服穿 所以我们的衣服 常常去人家 像人家送账啊 我们就去陪账 去不是陪账 没有 送账 还有钱 送账 就是去送病啊 叫出山啊 我们就跟着去 要干嘛 要她那一块白布 回来做衣服 我妈妈会做衣服 然后做了衣服 完完完完就完张了 我们怎么处理啊 我们就到田里 把衣服都放 然后呢 就把它踩在泥土里 我 我们有一块地叫南 就是那个烂泥的 烂泥那一块 有一块地是 站在上面这样摇啊 会旺的 那个叫 叫什么 烂泥 那个牛进去 就会陷下去了 有一次我们牛陷下去了 爸爸就用那个 那个什么 你把 这样挖 然后被打死了 说跟你讲说 这里牛不可以来 你要跑来这边 我心里会想说 其实我是故意 让他陷下去 不用再看我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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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像那样的 田 那样的泥土 你把衣服拿进去 染染看 那种什么颜色啊 每一块地染的颜色都不一样 所以可见 以前我们现在讲的那一套 真的是太小了啦 以前到处都是 那什么人让我们 这个东西不见了呢 我想我每次去哪里 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每个人都 哇 眼睛睁大大 嘴巴张开开的 这叫幸福 哈 每个人都很幸福的感觉 他就是听到 他都很幸福 可是呢 当我们的工业入侵 当我们的河水 吐泡沫 就好像人吐泡沫了 僵死了 以前我在摄子 我们的摄子溪 新乌香摄子溪 在玩的时候 我还骑牛 骑牛骑到隔壁 那个永安村的 两方对战 我在牛海游泳过去 他们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他们一直叫嚣啊 我们就过去要打他们 他们就全部跑光了 他们就说 我没有整个三四个人